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说之前说一件重要的事啊 体验服明天上午10点开启抢号 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别再错过了哦 只能用手机抢的玩家 可以把手机网站试制成电脑网页登录 就可以抢号了 当然了,有两部手机的 那当我没说啊 王者荣耀S17赛季将在10月份开启 近期体验服也会有大动作 首先就是S17赛季皮肤是夏侯敦的皮肤 排位界面呢,也已经换形,看着还不错 其次就是在新赛季中会增加一些实用的功能 首先就是增加了个绝对血量最少功能 对普攻类英雄是一个绝大的福音 对近战爆发类和射手类英雄都是一次大提升啊 然后接下来这个功能也很棒 就是出门买装备的时候 如果买错可以原价出售 比如打野和辅助位 买错装备有20秒的原价出售时间 就算开局买错了,也有回旋的余地 这只是新赛季更新的一小部分,后面多着呢 然后就是局内特效部分也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首先是回血效果 在基地或者击杀野怪回血 身上的光环特效更加突出 防御打的攻击特效细节更加突出 击中目标的粒子效果更加好看 基地就厉害了啊 攻击特效从一个不起眼的光球 变成了拥有长托尾的光球 更加明显突出 最嚣张的就是基地爆炸了 以前是基地蹦的一下 建筑物没坏 升级后呢,基地蹦的一下 好家伙满屏幕的碎石啊 爆出一个大坑来 这次真的是基地爆炸了 大龙的火球呢,也更像火球了 回城效果和击杀升级效果都更加突出 粒子效果提高了不少 然后是野怪方面 特别是这个红蓝buff啊 得到之后呢 脚下会有三颗宝石 而不是一个光环了 召唤师技能也得到了优化 好看了不少 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 急跑和逞机两个效果了 急跑走路带风 逞机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一把剑 其他的倒是改动一般 效果区别不大 视觉效果好了一点 然后来的装备特效 真的炫酷啊 带上冰痕之后攻击目标 目标身上会引起爆炸 一圈冰直接爆开了 感觉输出提高了不少啊 等等兄弟们 有个非常过分的消息啊 纯净苍穹得到优化 开启后呢 不再是免伤那么简单了 开启后会有两秒的隐身 并且还可以穿墙 这对射手来说是个福音 对刺客或者战士也是大大的福音啊 看来这件装备将会是下个赛季的主流装备了 其他的装备视觉效果好了一点 雪魔之怒出发后的效果真的嚣张 身上直接冒起雪蒸气 凯黄附体 八门盾甲打开了 这是啊 垫刀的垫壶更加明显 说垫谁就垫谁 好看得很 铭刀的效果不再那么单调了 出发铭刀后会有碎片飞出 铭刀CT好了 头顶会有一把铭刀显示 来告知玩家铭刀可以用了 金身直接变成了完全包裹自身的弹壳 改动真的是全方面的 看来这次又要起手更新两个季了 新赛季的部分调整就先说到这里 不知道后续还会增加多少东西啊 大家的手机还扛得住吗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